各位朋友,这几天有好多粉丝要求我讲一讲丁胖子金牌讲师付出打野要饭 立刻重回巅峰 以前的时候我就给大伙说过 我说讲师在别的赛道他不了解美国 那些赛道都是死不痛 你比如说他想去徒步美国 结果没出大洛杉矶就被人给抢了 好家伙,这玩意要是出了加州以外 那还不知道得遭遇什么样的危险 幸亏,马上就悬崖勒马 徒步美国,你想什么呢 你以为是在中国的 第二个赛道想在美国给华人维权 这个赛道更危险 你知道美国那是有黑社会的 那是真真正正的有黑社会的 所以讲师还收到了这个死亡的威胁 所以呢这几条赛道 后来他才终于发现这个打野要饭第一人 在这条赛道上他是一记绝尘 没有人能够赶上他 结果呢他就重新去打野要饭了 那位说他以前啊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赛道上走下去 各位 谁不想过点舒适的生活呀 你像那个中国好多假徒步的 对吧 跑到西藏 推着一板车 结果呢 前边有一车队支援 是吧 这个拍上一小段这个视频 然后去房车里边睡觉去了 对吧 谁愿意风餐露宿的 然后呢 流落街头啊 对吧 这有很多未知的风险 所以讲师当时出了名以后 他也膨胀了 你知道吗 他觉得哎呀 我挣钱了 是吧 那还能天天在街头上吗 对吧 所以说你看他想错了吧 最后啊 没招还得回到打野要饭 这条老路上来啊 而且呢 人家讲师在这条路上 确实是有很多的这种追随者嘛 啊 回来以后 几天的时间 账号 粉丝就破十万了 原来是六七万 一下就破十万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赛道上 啊 这个讲师 那绝对是 可以说是先行者啊 但是那个 但愿啊 这个不要变成先驱者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 我十分的没有啥信心 所以很多的粉丝啊 就是说 关心讲师啊 让我讲讲他的近况 你比如说 我的这个视频底下的粉丝就说了 啊 说浩哥 讲师重回打野 现在又入住了政府的安置房啊 收容所啊 收容所啊 你一直没做他的节目 等着看呢 啊 你看了没有 这个讲师为什么 刚到了街道上 没两天 因为他睡到那个高速公路边上嘛 然后呢 加州政府就派人 把他们给抄了 是 确实是给抄了 然后呢 就把他们的营地 整个的围起来 然后呢 福利部门的员工 押戒着他们 进了这个收容所 那也不叫安置房 因为那是一个集中的收容所 呃 一个房间里边有两个人 那不是安置房啊 各位啊 然后呢 原来的时候 讲师呢 还经常去这个收容所底下去要饭 因为收容所外边有的时候会发食物啊 是吧 他熟悉的地儿 熟悉的地儿啊 所以另外呢 我有一个预感 讲师是个人才 是万里挑一的级别 啊 讲师是个人才是吧 如果有美籍女担架给他的话 规划他的身份 并将此过程并入他的网红赛道 前边会有更多的赛道 我的意思是属于他的赛道 这夫妇俩将会目秀于林 哎呦我的天 哎 这是讲师的这个真爱粉丝 他给讲师出了一条路 说希望呢 有一个有美国籍的女的 然后呢 嫁给讲师 他俩呢 于是就开辟别的赛道了 但是好像讲师除了打野要饭这个赛道以外 再开辟一条婚恋的赛道 那个是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中国流行的赛道 叫做霸道女总裁爱上流浪汉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吧好吧 好像这个赛道也不好办吧 这个关键是美籍单身女 愿意跟讲师一块的比较难找吧 那讲师那浑身的滋泥铠甲 味道也比较特殊 这个赛道 那如果是看到钱的份上 那能不能行呢 问题是他这只是一个预期啊 就像讲师以前预期徒步 美国那个什么给华人维权一样 这是个预期啊 万一这赛道不行呢 那美籍的单身女啊 那不是那人才两空吗 是吧 所以这个不好办啊 这个这个剧本不好写啊 不好写啊 说如果是这俩夫妇啊 在油管上啊 别的不敢说 是吧 那对吧 挣个盆满钵满嘛 那属于想象啊 这粉丝属于想象 有这个眼光呢 女单身应该会有 讲师的人品还是不错的 它是透明的 对吧 哎呀 讲师的人品透明的 既然要搞这个婚恋赛道吧 我想呢 这个虽然我的节目是吧 我的节目咱们得有一说一吧 然后呢 就是希望那些有益于这个赛道 这个一些美国的单身的女士 看完了我的节目呢 对讲师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这里边呢 说人呐 不可能所有的话呢 在社交媒体上都是真的 你知道吧 就是讲师说 他是坐飞机旅游来的美国 这个就存疑 对吧 以讲师在中国有过案底 然后呢 在中国打工的 他这个经历 他说他自己是程序员 这就有点可疑 是吧 至少他没表现出 那个程序员应有的专业知识 对不对 获得美国签证 这个比较难 因为在中国如果是单身的男人 年轻的男人 最起码要有房 有车 有这个几十万的存款 交给旅行社 做这种这个保证 才能获得签证 所以这个呢 不应该是真的 我个人认为 这一点上不应该是真的 对吧 蒋师说他现在是有这个什么 叫什么刑事绿卡 就说因为他徒步的时候 这个被抢了 被抢了以后呢 他作为当事人 有一个临时拘留权 这个倒是有 应该是有 那案子没结束之前 是有个拘留权 但是呢 蒋师是明年八月份 他要上庭的 他申请的是正弊 正弊身份 那必然得对中国啊 说三道四 白话讲 骂娘 你才能获得正正庇护 对不对 所以这点上 蒋师的话 不全都是真的 所以那想跟蒋师 走婚恋赛道的人 这一点上 我要有责任 给你提醒清楚啊 是吧 说 站在将来的时空 讲话 他要过饭 这又骂 朱元璋还要过呢 是吧 提醒一下 要长得漂亮的 不漂亮 说蒋师还不一定要呢 谢谢啊 好吧 那个长得漂亮的 美国的单身女华人 好家伙 这还用跟蒋师去搞赛道吗 这都抢都抢不过来呢 是吧 好吧 这不太现实啊 粉丝的提醒 不太现实 说有一位粉丝说 赞成可以考虑凤姐 呵呵呵 蒋师和凤姐一块 是吧 好吧 好 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啊 说这个蒋师 为什么进了收容所了 看吧 这绝逼深调啊 兄弟们 八点钟啊 兄弟们 是早饭啊 兄弟们 明哲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然后你们老是问我 这地上是不是雪鸡啊 嗯 这味道兄弟们 似曾相识啊 八八味 八十五 各位看到了吗 它是在收容所里边 看到啊 这收容所 这破旧的门窗啊 是吧 老旧的这种房间 这里边不知道住过多少人呢 地面上有可疑的 这个黄褐色的污渍 那为什么蒋师进了收容所了呢 其实呢 这里边牵扯到一个惊天的大阴谋 那说有人要害蒋师啊 不是 有人要害川普 那位说 别胡说八道了 他进收容所 流浪汉全给收起来了 跟川普有什么关系啊 川普呢 现在呢 根据赌博网站 根据一些媒体做的民调 说川普呢 五十六的支持率啊 远远超过了 哈哈哈哈啊 就是那个 哈里斯 是吧 说川普满赢了啊 实际上呢 我是不这么认为的 因为这些调查都有偏差 连黑人的孩子啊 都说要投川普 那川普还不稳赢啊 记得吧 在2000年的时候 在选举的时候 我说川普 这个要败啊 是吧 那个为什么呢 各位 当时在晚上 这个投票截止 这个投票截止之后啊 川普还是以大比例的 领先拜登呢 对吧 后来我当时 那天晚上 我做了一直播 一直看这个美国的投票过程 我就给我的直播室里的粉丝说 是吧 那拜登 今天晚上可能会神奇逆转 拜登去线嘛 那不是阴谋啊 我当时我说 那可能是由于优计选票的 这种统计的原因 优计选票得过一个 这个工作日 或者是一晚上才能这数 统计出来 结果那天晚上 川普放心的睡觉去了 他以为他稳赢了 结果呢 拜登去线 一下反超 是吧 现在的这个情况 跟四年前 差不多 实际上呢 民调的结果 没有这么 差距悬殊 哈里斯呢 应该是领先川普 不超过百分之 川普和哈里斯 不超过百分之三的差距 他俩 这是在 这个民调的误差之内的 没有说他俩 谁一定赢 但是呢 跟四年前一样 这个优计选票 这里边啊 门道可大了 各位啊 门道可大了 那位说你说了半天 那跟讲师有啥关系啊 讲师就是这个 阴谋的 撒向川普一张 大网的 一份子而已 为什么在选举前夕 把这些流浪汉 全给收容了呢 以前不干 现在为什么街道上 流浪汉全都收容 集中到一块去了呢 对吧 因为加州 刚刚公布了一个法律 投票 可以不用看ID 不用身份证 把流浪汉 非法移民 都集中到一块 这个咱不敢说 这玩意儿 这个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是个特殊的时期 这讲师有可能 是吧 成为 大网的一部分 而已 各位啊 你们 同意我的说法吗 点个订阅 咱们 下期再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